我打了六七年的球了 你打得过我吗 今天这个打球的地方挺特别的呀 他还有什么高手 叔你好 这里有人坐吗 没有 那我坐 整天都在这边打球吗 是啊 我们整天呢 每天早上 八点钟才开始打球了 哦 挺好 叔您平时做什么的呢 我们平时出去打打球啊 没有什么工作呢 叫收收督啊 我收收督啊 一天收收督啊 那您有几个儿子 我们有两个儿子 两个儿子 那那个大儿子多大了 大儿子 二十五岁了 二十五岁 结婚吗 还没有呢 有没有女朋友 不知道啊 我说 这老人家的不知道啊 他没有看见了 还拉过来 那时候我能跟你打一下吗 你给我打球 我打了六几年的球了 你打得够我吗 跟您学习一下吧 也可以啊 那这样吧叔 就是如果我输了呢 就请您家吃顿饭 那如果您输了的话 就请我去您家里吃顿饭 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好好好 那叔叔我们来打一下 跟您学习一下 好的好的 来 我们打一下 来 干钱 看看我说打球 快 二十五星 出来 走 看一看 这么一点好啊 不 我看得出了 有 还得出了 我看得出了 我看得出了 第一球 這樣才定調 好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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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要 啊